莫威斯协议已经入了PS10月份的一档会员库 今天是2023年的10月3号 一共有三款游戏 分别是莫威斯协议 诡异西部 还有模拟农场 这仨游戏你们感觉怎么样 平均分在70分多一点 现在已经可以下载游玩了 不过现在看还有一个bug 在会员的主页 每月游戏里面 这三款游戏没有莫威斯协议 中间列是一个上个月的游戏 另外在下面的每月游戏里面 也没有莫威斯协议 那莫威斯协议从哪进呢 先来到会员 锁柄的R1键 切换到游戏 左侧按照添加至PS的时间排序 最新的这三款 第三个就有莫威斯协议 这款游戏是去年22年12月份新出的游戏 还好当时我没买 据说这款游戏是所有平台当中 对PS5 PS4优化最好的 相比XBOX和PC版 PS5版的优化是最棒的 在PS5上可以实现4K60帧 在PS4上是1080p的30 另外这两款游戏 个人不是很喜欢 这个模拟农场看着不错 但是画面很一般啊 莫威斯协议的年龄分级是18家 小孩就别玩了 这是索尼会员涨价之后的第一批一档会员 你们感觉怎么样呢 拉不拉